今天下午整个这个扁案呢 可以说是第三度的要来耕裁 来决定说到底会不会来积压 不过令委吴玉生就说了 他虽然认为整个压扁的几率是蛮高的 但是不管最后是裁定要压还是不压 他都希望民众能够给法官正面的评价 但是我看周战春法官的思考的模式跟做法 的确有瑕疵跟争议 那我勿宁相信蔡守逊法官 会用更公道的标准来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我认为积压沉水扁的几率是有的 但是是不是物其必反 说周战春就不压蔡守逊就压 我也不认为是这个样子 我还是要呼吁国人 请大家给蔡守逊法官 给地院法官 给高等法院 给他们一个公道的评价 相信他们不管积不积压 都是司法公正